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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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天由命 不過永遠都是有些人 喜歡把命運操控在自己手上 一國銀應該有更多用途 就像有一個意大利品牌一樣 他們的副總裁Nicola Bvlgari 很喜歡收藏古幣,而且藏量極多 他不想這些那麼有歷史價值的古幣 只藏在櫃桶底給自己欣賞 所以早在五、六十年代 設計師利用古幣 放入珠寶手飾 這麼有創意的設計 馬上很受落 當時連阿德里夏萍 都在這個品牌擁有 其實古幣是歷史範證 像古羅馬時代的錢幣 很多時候都是用女性頭像 代表當時的女性也很有權力 而女性地位提高 也影響了當年智商潮流 發應就是一個好例子 在歷史巨倫的運轉下 這些用古幣做的首飾 又再次將以前的影像 投影到我們眼前 古希臘女神 古羅馬皇帝、皇后等等 她們的打扮是怎樣的 透過這些古幣首飾 真的可以慢慢研究 其實在古羅馬時代 即是大約公元一世紀的時候 她們已經用當時的金幣 來做耳環、頸鏈、吊嘴等等 而時至今天 這裡每件首飾用的古幣都不同 所以就更加變得獨一無二 除了把古幣用來做首飾 這個品牌也把古幣 融入手袋設計上 我手上拿著這個晚餐 其實是購買一架普通的跑車 它經過的地方在哪裡呢 先說用料 外面是用水蛇皮來做的 上面有股幣、黃金 和1.21卡鑽石 而說到手工 整個鑽是用人手做的 所以看起來是非常立體 而另外這個鑽石的價錢 也購買一架日本車 它外面是用網射皮製造 最精緻的地方就是它的扣 是可以拆出來做的鏈嘴 這款Danny Carry的手袋 用小牛皮製造 柔軟,但結實 手袋的皺摺和細節 完全是精工的表現 原來設計師的創作靈感 是來自微風輕吹扭枝的擺動 不知道你能否領略到 而這款古幣手袋的外形 就滲透著點點的懷舊氣息 優雅大方 加上道金的金屬鏈 配賣仿古的錢幣 令整個設計變得很統一、很自然 我越來越明白 為何那麼多人想當公主 旺後或領導人 因為他們的墨頭 可以貼上錢幣 樓芳白勢,真是挺威衰的 在香港的節奏這麼快 物價這麼貴的城市 很多時候我們都要逼著吃快餐 萬食萬活 就綁返是一種退休之後才能享受的生活 而最近可能因為市場需要 就出現了一種叫做 快樂食物的新概念 快樂食物的新的食物 它 means natural food grown and harvested in a natural way. And fast food, of course, in Hong Kong we're very familiar with fast food. So when we join fast to slow food, it means we're really serving real food, healthy food, organic food fast. And its main goal is to protect the biodiversity and the tradition of what food is all about and how it's created. Good. Have you ever thought, 食物不僅可以決定你的健康和壽命 亦可以扭轉地球的命運嗎 在香港出身,法國長大的Christian 是生機飲食及素食主義者 因為他知道每天生產肉類排放出來的 二氧花灘足以改變氣候 而在泥巴嫩出生的Bobcy經歷過戰火 明白到人類的破壞力有多恐怖 他立即要走上環保這條路 這間快餐店用的主要食材 都是來自本地的有機農場 做出來的素食堅持原汁原味 素食品 我曾经在建设计这个设计过三个年纪 整个事件担了很久,并不是很容易 然后一天我曾经三或四个朋友说 你认识 Christian? 我认识他们说的同时你 所以我召集他们了 我们设计他们的茶几天 他穿着衣服,很聪明 然后我们来到一周的设计 一周的设计我们发现了一周 他带我到这位设计他 他找了几周的设计 我们看到了一周 我们在第一周设计 我们想到一周设计 我们在这周设计的设计 我们在这周设计 我们也开始了 我们在这周设计 您是肉食和肉食? 是的 您是 您的想法是在吃肉食? 在吃肉食? 在吃肉食 第一,您吃的食材 您吃的食材 您的食材 您的食材 您可以仍然生成活 您的生物 您的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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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的健康 您的精静 您的 Najck 您知道 您猜 Nah有什麼肉食 你 brute 免費乾淨過濾水 歡迎所有街坊泡來喝 舊鐵棍、二手瓶,循環再用 裝食材和香料 用新鮮運到的有機蔬菜 泡製出天然美味的沙律 新機菜式和甜品 我們背後的這些是現實餐料 那是成為甚麼 主要跟餐料料理分泡 從對方的食材料料理分泡 用鍋的水煮和煮飩 若不煮食材物 不放乾燥 所以不在煮食物,不在放火,你保持活動的食物 我明白,這裡是雞蛋,對嗎? 所以我聽你做的餐廳,對嗎? 所以,什麼讓你這麼特別? 我曾經有這個夢想的建造一個雞蛋的雞蛋 可能在15年內 it's a new way of eating it's not a burger, it's not a pizza, it's not a wrap we are calling it flat and basically it's flatbreads baked in a handmade oven we bake these flatbreads freshly baked, and we almost até with zata Zata is this mixture of herbs you can see here which we mix with olive oil and that we spread on top of the flatbread and then the rest are just toppings we have a spring flat we have avocado 葡萄、葡萄、葡萄、葡萄 全部都是原材料 然後是拌勻和像一塊蛋糕 5%的環保附加費 用環保物料製作的膠杯 可以在堆田區完全分解 裝修物料大部分都是二手 在不同地方回收回來 像這些桌椅的木材,是來自印尼 嫌嫌蟹,坐在這裡久了 為何會全身都是汗 不是因為太近這個烤爐 而是要節約能源,不節冷氣 剛才跟Bob士和Christian聊天後 其實他們也提到 在香港要開一間這樣的餐廳 一點也不容易 一來政府不支持 二來要找投資者是很難的 有很多投資者寧願把錢 放在更賺錢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位 對食得健康和環保的堅持和執著 真的很值得我們欣賞 未來的資料 如果大家有多余計時 選擇,為人們要去做 在這兩位置上 在這兩位置上 我們會有個賣物 這位德國時裝品牌 為了慶祝進軍中國30周年 故意在北京十大建築之一 中國國家龍戰館裡 舉辦了一個四季的時裝表演 這次也是首次運用3D模式 在網上直播的時裝表演 即是在倫敦、紐約或西德尼的時裝 也可以跟我們一起感受現場的氣氛 很興奮 第一次看3D的時裝表演 很期待,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他們亞太區的30周年 我覺得他們做得非常華麗 聽說他們裡面的循環表演非常棒 所以很期待他們這一季的衣服 因為之前我已經看到 她的桌子是怎樣的 我覺得是非常特別和很長 所以我很期待 這個品牌亦挑選了一座 充滿著中國文化特色的展館 搭建了一條356米的走路 亦請來世界各地的項目模特兒 包括Jones Moss,Carmen Case,何歲 還有孫菲菲等人 來演繹《Fall Winter Collection》 這次時裝表演以《Modern Luxury》 做主題 所以在舞台設計上 都花了很多心思 去表達這種奢華主義 以方形燈框打造而成的走路 會因應音樂律動 以及不同系列衣服的特性 而有不同的燈光效果 感覺就像一條時光隧道一樣 很神秘 主擇藍裝的設計師Calvin Lobo 很緊張這次的表演 畢竟很多地方的人 都可以在網上看到直播 真是不容有失的 很高興認識你,Kevin 很高興認識你 可以先跟我們分享 關於今年冬季製造型的主題 其實關於主題的主題 幾乎之類的元素 你以为精彩的概念是《Modern Luxury》 我意思说的 《Modern Luxury》说全部 因为是一种比较的组合 什么是白色的 一定是最终的 就是一种比较的组合 我们混合了酷的品质 和社会员作的柔軟性 在完整形和完整形的颜色 这是什么会表会看的 会表会真是非常艳术的说明 如何研究用的材料你用在这个组合 有什么特别的发明 很重要的是,它很重要的感受。 而且,不僅僅是, 而在冰森的组织, 你不觉得,这一件冰森的冰森是重的。 所有的组织是很软的, 如果你混合了组织的组织 和组织的组织,